鱼肉咱们今天呢说一下影响极力成长的几大原因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水体 水体大呢水体小这个鱼呢都会成长 那么如果说咱们想让鱼成长的更加快 那只有一个更大的水体 如果说咱们正常来讲的话 一吨水一条鱼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点呢就是喂食 鱼的成长呢离不开鱼食 只有鱼不断的摄取大量的营养 鱼才能长大 那么世间万物呢没有营养 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呢咱们按照鱼缸密度 每天合理的给鱼定时定量的喂食 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鱼每天吸收营养 才能长得更加快 长得更加壮 第三点呢就是鱼缸密度 那么锦里呢属于大型鱼 如果说没有一个合理的空间 鱼的成长呢会很慢 一定要让鱼在这个鱼缸里边 能够游动运动起来 建议咱们大家 比如说像一米二到两米的缸 之间的缸 咱们养五条金粒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这个鱼的成长速度呢会特别好 那么密度大了水质呢就很难控制 另外呢最主要呢就是咱们平时呢清理起来呢 也会特别累 因为你养的密度大 养的鱼多排的粪便呢也就多 第四点呢就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咱们说的养鱼先养水 水质这块啊 好的水质呢一定是油亮的 哪怕咱们水体的颜色呢发黄发绿 一定要是油亮清透的感觉 水平面的话是没有任何泡沫杂质的 那么咱们想要好的水质在咱们强大过滤的同时呢 一定是勤洗棉换水 那么像以上几点的这个水质的保持呢 我感觉呢是比较难的一点 还有呢就是说像咱们之前所说的困水 那么自来水呢放到困水桶里边晒上两三天 然后呢等这个滤气呢挥发差不多之后呢 咱们再给这个鱼缸进行换水 这时的水温跟鱼缸的水温呢是差不多的 那么温差小 再加上咱们几天四五天比如说换一次水 养成这个习惯呢 养鱼呢可以说就成功一大半了 喜欢养鱼关注我每日分享养鱼知识 因为我们今天呢再次的说一下锦里合缸的交叉感染 那么首先呢咱们要了解一下交叉感染之后的表现症状是怎么样 那么首先呢像以下这个几点 比如说像趴缸 然后呢擦身用身体的摩擦缸底 另外呢出现冲血 严重的话会出现粘膜脱落 或者是这个鱼呢没有状态 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缩鳍这种症状 咱们平时呢如果说像鱼出现交叉感染 我觉得这一项呢是咱们每个养鱼人呢都要经历的东西 因为咱们养鱼的话就要面临着合缸新鱼 那么咱们如果说这个鱼出现交叉感染的这个症状之后呢 那么首先来讲呢咱们一定不要乱下药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新鱼跟老鱼它的菌群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合到一个缸里面之后呢这个鱼都是要适应 那么比如说咱们平时呢这个鱼呢都非常健康的情况下 基本上呢就很好适应 基本上呢咱们如果说鱼合缸之后啊 交叉感染的前三天属于危险级 过了第三天如果说鱼状态各方面有吃食的欲望呢 基本上就说明咱们合缸成功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鱼呢出现这个交叉感染这个症状之后呢 咱们首先要做的呢 也就是说咱们全缸加上千分之五的盐 一百升水加一斤盐 然后呢咱们随着爆氧 也就是咱们缸里边的一个氧气泵 打出来这个气泡一定要多 一定要爆 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就不牵扯到升温了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温度呢都比较的合适 另外呢咱们就是说像爆氧还有就是下盐 主要呢就是让这个鱼在这个缸里边能够舒服一些 能够舒服一些呢 那么这个鱼呢恢复的就比较快 两天以后 然后呢给鱼全缸做一遍杀菌杀虫 因为我们今天呢再次的说一下锦里合缸的交叉感染 那么首先呢咱们要了解一下交叉感染之后的表现症状是怎么样 那么首先呢像以下这几点 比如说像趴缸然后呢擦身用身体呢磨擦缸底 另外呢出现冲血 严重的话会出现粘膜脱落 或者是这个鱼呢没有状态出现一些比如说像缩鳍这种症状 咱们平时呢如果说像鱼出现交叉感染 我觉得这一项呢是咱们每个养鱼人呢都要经历的东西 因为咱们养鱼的话就要面临着合缸新鱼 那么咱们如果说这个鱼出现交叉感染的这个症状之后呢 那么首先来讲呢咱们一定不要乱下药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新鱼跟老鱼它的菌群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合到一个缸里边之后呢这个鱼都是要适应 那么比如说咱们平时呢这个鱼呢都非常健康的情况下 基本上呢就很好适应 基本上呢咱们如果说鱼合缸之后啊 交叉感染的前三天属于危险期 过了第三天如果说鱼状态各方面有吃食的欲望呢 基本上就说明咱们合缸成功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鱼呢出现这个交叉感染这个症状之后呢 咱们首先要做的呢 也就是说咱们全缸加上千分之五的盐 一百升水加一斤盐 然后呢咱们随着爆氧 也就是咱们缸里边的一个氧气泵 打出来这个气泡一定要多 一定要爆 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就不牵扯到升温了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温度呢都比较的合适 另外呢咱们就是说像爆氧还有就是下炎 主要呢就是让这个鱼在这个缸里边能够舒服一些 能够舒服一些呢 那么这个鱼呢恢复的就比较快 两天以后 然后呢给鱼全缸做一遍杀菌杀虫 鱼儿我们今天的二十四开池了 然后这个池子里边水呢 基本上已经养了两天了 现在水温的话也达到了二十六七度 然后呢咱们今天啊 给它合进去点这个超级怪事 那么咱们今天呢借助这个视频呢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咱们二次开缸或者是新开的鱼缸 咱们养好水之后呢 咱们应该怎样 基本上咱们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呢 泡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鱼呢放到盆里边 然后准备一盆这个圆池的水 把这个鱼呢泡完袋之后 从那个圆袋子里边的水呢 给它把这个鱼捞到这个新水里边 待上那么一会儿 咱们为了不让这个鱼呢出现这个应急反应啊 然后咱们往这个盆里边滴一点这个麻药 然后呢把这个鱼呢捞到池子里边 让它在这个池子里面自然的苏醒 那么像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像鱼友和一条两条鱼啊 就可以不点这个麻药 不是说必须要点啊 因为这个呢针对咱们这个鱼 不让它在这个池子里边受伤 所以说咱们给它点这么一点 防止它点完了之后呢 基本上待个五分钟 这个鱼的话 因为咱们点的也不多 然后让这个鱼的话 基本上麻醉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鱼呢 咱们就直接给它捞到池子里边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鱼的话它也不动 所以说咱们手捞就可以了 那么全放进去之后呢 然后咱们给这个池子里边 整池子加点这个碧油 那么碧油空的这个作用呢 跟咱们平时呢 之前所说的下黄粉呢 是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 针对这个整池做一个简单的杀菌 因为像这种样的话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 不会说刺激到这个 一吨水的话 咱们放五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整池泼洒 然后进行爆养 正常的水循环就可以了 鱼友咱们最近呢 有鱼友啊 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咱们最近 胃食量过大 然后呢 导致鱼出现凸眼的现象 那么咱们今天呢 分析一下 凸眼的形成原因呢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饲料 饲料含有高蛋白质过高 那么长时间呢 在胃食量大的同时呢 那么禽里呢 根本吸收不了 吸收不充分的同时呢 就会造成禽里的消化不良 然后呢 形成这个凸眼 那么有鱼友会问了啊 怎么样能知道 这个鱼消化吸收好不好呢 那么非常简单啊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就是观察咱们鱼的粪便 那么正常吸收好的粪便呢 对于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呢 一定是散变 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这种脱便 浮便 还有那种长条固体变 或者是这些透明的粪便 第二点呢 就是饲养方式 比如说咱们平时啊 喂食不规律 鸡一顿保一顿 那么早上呢 忘记给这鱼喂食之后 晚上呢 大量的喂食 或者是说咱们每次喂食中间呢 这个间隔时间太长 或者是停食太过突然 这些呢 也都可以形成这个鱼的突然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疾病 那么鱼病之后的突然呢 一般像咱们核钢新鱼 交叉感染导致这个鱼 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的突然 或者是寄生虫爆发了之后呢 导致这个鱼体消瘦的同时 然后呢出现突然 第四点呢 就是用药 平时呢 在鱼病过程当中 使用的药物过多 中毒之后呢 也会导致心里的突然 以上咱们这个四点呢 我觉得是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导致心里 突然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希望咱们这个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咱们广大鱼友 喜欢养鱼 关注我 鱼友们早晨起来了 咱们今天啊 早上这个水温呢 30度多点 然后呢咱们今天呢 还是给鱼泡食 背食 咱们最近呢 这个温度呢 也是逐渐的上升 酷暑的天 特别的难受 然后呢 这个鱼的话 咱们在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如果说出现 比如说像游动持缓 或者是说吃食的话 就是不规律 然后吃食不是说那么猛的情况下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在这个酷暑的天呢 那么有鱼友会问了 那么高于多少度 这个鱼呢 就不能喂食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咱们这个鱼吃不吃食这块 就是跟这个温度呢 就是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如果说咱们温度特别特别高 但是鱼的话 吃食还可以的情况下 那么咱们可以给这个鱼进行喂食 咱们可以啊 少量喂 然后喂的勤一些 这都可以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 咱们可以给这个水 给这个鱼换换新水 因为咱们换水的话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温度 给它降下来的 另外呢 提醒咱们大家呢 酷暑的天 咱们氧气棒呢 一定要打开 咱们前两天呢 像铜鲜草这种绿植的话 种在这个滴州乡里边 有很多鱼 不知道怎么样去弄的 然后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看一眼 因为像这些绿植的根系呢 基本上都可以去除 咱们水中的一些 有毒有害的有机制 早晨起来了 心情不错啊 然后咱们也是继续 给这个鱼呢 进行喂食了 咱们鱼的话 每天早晨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天气呢 也是越来越高 早晨的话 咱们可以啊 适当的给这个鱼呢 多喂一些 是完全可以的 另外呢 咱们最近啊 有很多鱼 说这个温度 已经达到30多度 这个鱼呢 是停食还是喂食呢 那么咱们主要呢 是看一下 这个鱼的吃食状态 以及鱼的消化吸收 基本上呢 这两点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你就平时正常的 去给它喂食就行 另外呢 勤喂食的同时呢 咱们别忘了 勤换水 换水才是网 鱼饵 早晨起来了 咱们今天啊 早上那个水温呢 30度多点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还是给鱼泡食 被食 咱们最近呢 这个温度呢 也是逐渐的上升 酷暑的天 特别的难受 然后呢 这个鱼的话 咱们在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啊 如果说出现 呃 比如说像游动 持缓 或者是说吃食的话 就是不规律 然后吃食不是说 那么猛的情况下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在这个酷暑的天呢 那么有鱼有亏问了 那么高于多少度 这个鱼呢 就不能喂食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咱们这个鱼吃不吃食这块 就是跟这个温度呢 就是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如果说咱们温度特别特别高 但是鱼的话 吃食还可以的情况下 那么咱们可以 给这个鱼进行喂食 咱们可以啊 少量喂 然后喂的勤一些 这都可以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 咱们可以给这个水 给这个鱼换换新水 因为咱们换水的话 是可以啊 直接把这个温度 给它降下来的 另外呢 提醒咱们大家呢 酷暑的天 咱们氧气棒呢 一定要打开 最近呢 有鱼友啊 提出了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咱们应该 出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也就是咱们平时呢 这个锦里出现蹭钢 是不是寄生虫导致的 那么首先来讲啊 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在养鱼过程当中 这个锦里呢 在咱们这个钢里边出现 用身体摩擦钢体的 这种现象呢 它不一定呢 是寄生虫导致的 那么有以下几种原因 都会导致 锦里鱼出现蹭钢的现象 那么第一种原因呢 也就是咱们平时 所说的寄生虫 会导致咱们锦里 出现蹭钢的现象 用身体摩擦钢体 那么第二点呢 也就是咱们平时 比如说锦里出现了 消化不良 然后出现肠炎的表现 也会出现蹭钢 第三点呢 也就是咱们平时呢 比如说像鱼体有伤 或者是体表黏膜破损 这个身体别扭 包括像水霉病的情况下 也会导致锦里 用身体摩擦钢体 那么第四点呢 也就是咱们平时呢 比如说这个鱼啊 吃多了 或者是咱们平时呢 换水 换完水之后 这个鱼也会出现蹭钢现象 鱼也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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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款 Buddy的过滤棉啊 咱们看一眼 像这款棉的话 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的厚的 然后这个厚度呢 咱们可以看一眼 咱们用尺子量一下 量一下 基本上 它的厚度的话 在1.9左右啊 可以看一眼 厚度的话 是在1.9 两公分左右 另外呢 像咱们这款棉的话 这个拦截效果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 咱们可以看一眼 里边的话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小孔 包括像这种比较细的这种棉 拦截效果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的不错 然后咱们今天呢 随着咱们视频的左下角啊 拍一发四 两个尺寸啊 一个是40x30尺寸的 一个是50x40尺寸的 然后下边小黄车直接选择规格下单就可以了 感谢支持感恩感谢 今天给家人们唱一首歌 愿你 也愿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父母幸福平安 愿所有爱我们的人 以及我们爱的人 助邪必退 百事无际 顺风顺水 万事圣意 也愿我们此生尽兴 鱼友咱们最近呢 有老铁反映 咱们平时在这个季节 夏天 现在这个温度下 咱们还有没有必要 给这个鱼进行困水 那么分情况 那么首先 如果说咱们鱼友啊 平时一年四季呢 都有这个困水的习惯 那么像这样鱼友啊 我建议你啊 还要保持继续的困水 因为这个鱼呢 长时间的话 已经适应 你给这个鱼呢 换这个困过的水 那么如果说 咱们给这个鱼呢 你要是说 给它改变 这个换水方式 给它换这个自来水 或者是井水 这个鱼呢 可能多多少少的 需要适应几天 那么像这样的鱼友呢 如果说 你想给它换一些 自来水的情况下 建议咱们少换 换过几次之后 让鱼习惯了之后 你再适当的多换 那么有鱼友呢 会说了 咱们现在啊 就是不给这个鱼困水了 就直接换自来水 对这个鱼呢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呢 咱们平时呢 只要是你鱼适应 咱们现在的换水方式 只要你不大面积的换水 基本上对鱼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像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 那么如果说在冬季 冬天的这个温差比较大 所以说在冬季的话 建议咱们啊 换一些等温的水 换困过的水 那么是比较建议咱们大家 在咱们夏季呢 现在这个温度高温 三十多度水温的情况下呢 咱们如果说换一些自来水的话 也是可以的 养鱼困水 才是最好的换水方式 喜欢养鱼 关注我 每日分享养鱼知识 鱼友们早晨起来了 又要开始喂食了 咱们最近呢 有部分鱼友啊 一直在问 咱们这个鱼呢 每天喂多少鱼食 首先呢 咱们这个缸是两米五的缸啊 两米五长 宽一米二 高一米的三吨水 然后这个鱼的话 都是七十公分到七十五公分的鱼 然后我现在的话 水温三十二度 然后呢 现在喂食的话 就是说像咱们视频当中 这个矿泉水平 给它搅一半 一半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 把这个鱼粮给它加到这么高 然后每天早晨的话 给它泡一顿 一升据原液 基本上呢 咱们现在的话 一天喂个四吨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 现在这个温度呢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高 鱼吃食的话 跟原来基本上状态是不一样的 吃食比较慢 所以说呢 适当的喂食稍微少一点 等到再过一段时间 一星期左右吧 基本上这个温度呢 比较的合适了之后 温度降下来之后 咱们在这个秋季 再给它多喂 因为咱们一年四季当中呢 秋天是一个成长的旺季 比夏天成长的要快 喜欢养鱼关注 每日分享养鱼知识 养鱼经验 都不要受到伤害 鱼儿嘛 咱们今天下午呢 给这个缸里边 合了两条小三招 然后这个温度呢 也是比较的高 本来打算呢 就是给这个缸里边 换一些水 然后呢 咱们在换水的同时 正好赶上停水 这是一个特别悲催的事 结果呢 咱们停了四个小时 才来水 然后呢 咱们现在呢 才给这个鱼进行加水 然后咱们在加水的同时啊 本来想 咱们这个缸里边 合缸新鱼呢 就什么都不放了 因为鱼体质 健康程度都非常好 结果呢 遇见了停水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咱们给这个缸里边 加点这个杀菌的壁揉空 然后这个小颜色呢 还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咱们就是一吨水下五克 然后给它 直接均匀的泼洒在缸里边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这个鱼的交叉感染 因为毕竟呢 也是四个小时 这个鱼的话 在半缸水里边待着 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说呢 咱们去给它加一点 这个壁揉空 属于慢性杀菌的药 那么如果说 咱们平时鱼友啊 遇到这种事情 换水的时候 停水的情况下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水中的 溶氧量这块 一定要提高上去 实在不行呢 可以往缸里边 多加一个氧气泵 这样都是可以的 等到来水之后呢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水 给它加满 快速循环 长时间的话 影响过滤里边的 绿材培养消化细菌 鱼友 咱们今天早晨起了 然后昨天的话 和刚两条小的单招 然后呢 咱们今天早晨呢 感觉这个鱼的话 状态不是说特别的好 多多少少呢 沾点这个交叉感染 那么像咱们之前呢 也是说过 如果说鱼的话 和刚新鱼状态不好 第二天 因为咱们在前三天呢 都属于危险期 这前三天的话 都有可能出现交叉感染 那么如果说咱们在第二天 发现这个鱼状态不好的同时 那么首先咱们要做的呢 也就是咱们刚里边 一定要提升水中的溶氧量 比咱们平时呢 一定要提升一倍 然后呢 因为咱们昨天呢 也是给刚里边下了点壁如空 然后咱们今天呢 给它少量的换点水 换个五分之一的水 然后今天呢 我打算呢 再给这个刚里边 再加一次这个壁如空 咱们试一下啊 加两到三回 看一下这个交叉感染鱼状态 能不能给它调过来 本来呢 咱们今天呢 打算给刚里边 加上千分之五的盐着 然后呢 咱们今天先不加 然后咱们加点壁如空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么等咱们 今天晚上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鱼 感觉状态啊 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 咱们往刚里边 再次加上千分之五的盐 然后另外呢 就是像杀虫那块呢 咱们再往后拖一天 不要着急 咱们平时呢 和刚新鱼呢 交叉感染呢 这是非常常见的事 遇到这种情况下 咱们观察鱼 鱼状态 然后呢 观察鱼的体表 观察咱们的水质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咱们一定不要乱用药 乱用药的话 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个鱼的回忆越来越严重 咱们现在的话 就是调水 杀菌 加爆氧 鱼状态 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咱们和刚玩第二天的晚上的一个视频 咱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发了一个视频 然后刚里边加了壁流空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 感觉啊 还是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 咱们往刚里边加了千分之五的盐 那么有老铁会说了 咱们加盐主要是为了什么呀 加盐主要是为了调节鱼的渗透压 因为鱼呢 在这个合缸期间交叉感染了之后呢 它是不舒服的 因为鱼自身的话 它是可以调节自身的渗透压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鱼体质稍微弱点的情况下呢 那么咱们只能是通过加盐辅助这个鱼 调节自身的渗透压 不管是咱们像爆氧啊 杀菌还是说加盐 主要呢 是让这个鱼呢 在这个缸里边待的稍微舒服一点 基本上呢 像这种情况应该会持续到明天 就会有所好转 那么如果说到明天呢 稍微好转了之后呢 咱们需要把这个盐水 给它慢慢的从新水那 给它稀释掉 进行一个换水 换完水之后呢 咱们就先暂时的不需要加什么东西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两天呢 准备给这个钢全钢鱼呢 做一下系统的杀菌杀虫 还是建议咱们大家 如果说咱们平时啊 养鱼和钢新鱼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平时每个人都要经历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鱼呢 出现了交叉感染之后呢 咱们一定不要去着急 不要乱拥 cher方 line 是 主要去了 他明天帆 点 看 iz 终来 鱼友们今天呢讲一下咱们平时呢 和钢新鱼为什么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交叉感染的现象 那么首先呢咱们应该知道 咱们自己鱼缸里边这个鱼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一个钢里边菌虫平衡的一个状态 因为像咱们钢里边有各种菌 有异菌有害菌 包括像寄生虫 它只要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基本上这个鱼在里边生活都是非常健康的 那么比如说呢 咱们平时和钢新鱼呢 你从外来给这个自己钢里边的鱼呢 带来的一些外来的菌群 包括像寄生虫 包括像有害菌有异菌 到达你自己钢里边之后呢 然后你自己的鱼呢 这个水里边的菌群会发生变化 那么变化之后呢 自己的鱼呢 或者是新鱼 它都应该适应咱们钢里边不同的菌群 所以说呢 如果说有的鱼 个别鱼稍微不适应的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咱们所说的交叉感染 最近呢 老铁也是在问啊 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这个鱼真是出现交叉感染之后 基本上能几天能够恢复啊 如果说咱们像平时河岗新鱼啊 如果说这个鱼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下呢 最快的时间呢 就是三天 那么最慢的时间呢 可能达到一个星期 这个鱼才能够恢复 咱们今天呢 是河岗的第三天了 然后呢 咱们今天啊 也是把这个水准备给它换一换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给这个鱼呢 做一下杀卷 杀虫 河岗新鱼以来呢 大概呢 也是差不多一个季度 差不多快四个月 没有给这个整钢鱼 做这个杀菌杀虫了 然后咱们接受这个机会呢 咱们也是给这个鱼 全钢 给它做一下杀菌杀虫的检疫 做一下预防 咱们这两天呢 主要呢 就是说讲一下交叉感染这块 因为咱们养鱼的过程当中 交叉感染这块呢 咱们很多的鱼友都拿捏不准 所以说咱们最近的更新的视频 全部都是这个 喜欢养鱼 关注我 每日分享养鱼知识 鱼友 咱们今天的合钢第三天了 然后咱们今天呢 给这个鱼呢 进行一次系统的杀虫检疫 咱们到今天的下午呢 这个鱼的轻微的交叉感染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觉得已经好多了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给它杀一遍虫之后呢 明天给这个鱼缸少量的换点水 然后呢 再进行一次杀菌 基本上呢 就是明天下午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啊 给这个鱼进行喂食了 基本上呢 到明天下午的时候 这个鱼的状态呢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说恢复差不多了 像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鱼有毛病 有问题的情况下 咱们只要是它有好转的情况下 咱们就可以保持要水质 少量的给它进行喂食 因为这样的话 它这个鱼呢 吸收一些营养的情况下 针对它的恢复呢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还是那句话 咱们养鱼呢 交叉感染不可怕 然后呢 可怕的是咱们平时千万不要乱用药 鱼儿们早晨起来了 又要喂食了啊 咱们今天呢 还是三合一的混合预粮 然后呢 加点这个益生菌原液 主要呢 是助消化吸收 预防长眼那块 基本上呢 一天一次就可以了 每天早上的话 我这边习惯给这个鱼呢 泡一顿鱼粮 然后呢 主要是让这个鱼呢 消化吸收更加好一点 成长的更加的快一点 咱们平时泡食呢 基本上呢 泡个两到三分钟 基本上咱们现在这个温度啊 吸收的也比较的快 然后泡完之后呢 直接就给鱼进行除味就可以了 鱼儿们 今天呢 是合缸第四天了 然后呢 咱们缸里边的鱼呢 已经做完杀虫的检疫了 然后呢 咱们紧接着呢 咱们今天呢 给这缸鱼做一下杀菌的检疫 咱们杀菌的话 还是老样子 用这个二氧化绿 因为二氧化绿这个药呢 用量的话 很好把握 400升水 加一片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药的性价比呢 也是比较的高 另外最主要呢 就是说这个使用效果 还有就是说 像这个药的话 杀菌性比较强 二氧化绿呢 主要呢 是针对细菌 真菌病毒 具有一个良好的杀灭效果 而且呢 可以去除咱们水里边的异味 以及呢 抑制一些褐藻 绿藻滋生 因此呢 就是说这个药的话 很瘦鱼场 以及养殖 欢迎 另外呢 像灭杀效果呢 也是比较的广 比如说二氧化绿呢 可以杀灭各种有害细菌 这也是其他的一些 消毒剂不能覆盖的范围 并且呢 对咱们水产当中的一些病毒啊 也具有一个很好的消灭效果 那么正常用量的情况下 对鱼的刺激性比较小 然后相对来讲呢 比较的安全 喜欢养鱼 关注我每日分享养鱼 鱼饵 我们最近呢 和刚新鱼啊 有点不顺啊 然后咱们这个鱼呢 今天呢 又出现了水霉菌 咱们看一样啊 什么是水霉病的 也就是这个鱼的身上 尤其是头部或者是背部 包括像鳞片边缘出现那种白膜 白毛都是属于水霉病的一种 那么出现水霉病的情况下 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治疗 因为这种传染性的话 比较的快 而且呢 就是蔓延的比较的严重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给这个钢里边加点这个水霉镜啊 100升水 10毫升 然后咱们就直接加就可以了 那么像咱们视频当中这种情况 基本上呢 咱们下一次药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咱们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咱们基本上可以放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那么在使用之前呢 有一个小技巧 咱们少量的换水 可以换个六分之一 或者七分之一 吸气过滤棉的情况下 然后呢 咱们再给钢里边直接加药 鱼儿 咱们今天呢 看一眼啊 这个水霉的话 基本上已经有了好转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准备给这个钢啊 少量的换一些水 基本上呢 不要大量换水 因为咱们换水温差大的 也是主要导致水霉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咱们就换个六分之一 或者是七分之一 乃至说八分之一都行 然后把这个过滤棉的话 给它洗干净 这样的话 不会说导致这个温差有多大 然后咱们今天呢 再次的准备 给这个钢里边再加一次水霉镜 因为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鱼出现水霉的情况下 如果说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咱们加一到两遍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鱼身上白膜过多 或者鳞片周围有一些白膜 或者是冲血严重的情况下呢 那咱们基本上用个两到三次 治疗水霉呢 如果说像咱们平时啊 只要这个鱼呢 水霉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伴随着少量的换水 也可以不去给它继续加药 基本上慢慢的这个鱼就恢复了 那么包括咱们平时这个鱼呢 出现了一些猛眼的现象了 这都是属于水霉病 今天呢 再加一次药之后呢 明天呢 继续少量的换水 我估计啊 就可以继续的少量喂食了 喜欢养鱼关注啊 鱼友们最近这两天啊 也是折腾了好几天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给这个鱼呢 进行喂食了啊 咱们喂的还是这个混合鱼粮 然后呢 再给它来点这个原液 因为咱们最近这几天啊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星期 没有给这个鱼进行喂食了 然后呢 主要呢是保护好鱼的肠道 然后咱们今天呢 还是给它拌点鱼粮 咱们平时呢 给鱼泡直啊 基本上泡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等这个鱼 饲料吸收之后呢 咱们就直接给这个鱼进行喂 然后呢 咱们就直接给它搞里边就行了啊 然后咱们先少量的喂一些 逐渐的咱们再适当的增加 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呢 也是步入秋季了啊 咱们马上的话 就是一个高头喂的季节 咱们把这个鱼调好了之后 状态没有问题 咱们马上准备高头喂了 喜欢养鱼 关注我每日分享更多养鱼知识 养鱼经验 鱼友们早晨起来了 又要开始喂食了 咱们最近呢 有部分鱼友啊 一直在问 咱们这个鱼呢 每天 喂多少鱼食 首先呢 咱们这个缸是两米五的缸啊 两米五长 宽一米二 高一米的三吨水 然后这个鱼的话都是70公分到75公分的鱼 然后我现在的话水温32度 然后呢 现在喂食的话 就是说像咱们视频当中 这个矿井水瓶给它搅一半 一半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 把这个鱼粮给它加到这么高 然后每天早晨的话 给它泡一顿 一升至原液 基本上呢 咱们现在的话 一天喂个四吨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现在这个温度呢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高 于吃食的话 跟原来基本上状态是不一样的 吃食比较慢 所以说呢 适当的喂食稍微少一点 等到再过一段时间 一星期左右吧 基本上这个温度呢 比较的合适了之后 温度降下来之后 咱们在这个秋季再给它多喂 因为咱们一年四季当中呢 秋天是一个成长的旺季 比夏天成长的要快 喜欢养鱼关注 每日分享养鱼知识 养鱼经验 鱼肉们今天早晨起了 然后昨天的话 合刚两条小的单招 然后呢 咱们今天早晨呢 感觉这个鱼的话 状态不是说特别的好 多多少少呢 沾点这个交叉染染 那么像咱们之前呢 也是说过 如果说鱼的话 合刚新鱼状态不好第二天 因为咱们在前三天呢 都属于危险期 这前三天的话 都有可能出现交叉感染 那么如果说 咱们在第二天 发现这个鱼状态不好 同时 那么首先咱们要做的呢 也就是咱们 刚里边一定要提升 水中的溶氧量 比咱们平时呢 一定要提升一倍 然后呢 因为咱们昨天呢 也是给刚里边 下了点必如空 然后咱们今天呢 给它少量的换点水 换个五分之一的水 然后今天呢 我打算呢 再给这个刚里边 再加一次这个必如空 咱们试一下啊 加两到三回 看一下这个交叉感染 于状态 能不能给它调过来 本来呢 咱们今天呢 打算给刚里边 加上千分之五的盐着 然后呢 咱们今天先不加 然后咱们加点必如空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么等咱们今天晚上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鱼感觉状态啊 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 咱们往刚里边再次加上千分之五的盐 然后另外呢 就是像杀虫那块呢 咱们再往后拖一天 不要着急 咱们平时呢 和刚新鱼呢 交叉感染呢 这是非常常见的事 遇到这种情况下 咱们观察鱼 鱼状态 然后呢 观察鱼的体表 观察咱们的水质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咱们一定不要乱用药 乱用药的话 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个鱼会越来越严重 咱们现在的话 就是调水 杀菌 加爆养 鱼儿 咱们今天的看一眼啊 这个水煤的话 基本上已经有了好转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准备给这个缸啊 少量的换一些水 基本上呢 不要大量换水 因为咱们换水 温差大的 也是主要导致水煤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咱们就换个六分之一 或者是七分之一 乃至说八分之一都行 然后把这个过滤棉的话 给它洗干净 这样的话 不会说导致这个温差有多大 然后咱们今天呢 再次的准备 给这个缸里边 再加一次水煤镜 因为咱们平时呢 如果说鱼出现水煤的情况下 如果说 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咱们加一到两遍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鱼身上白膜过多 或者鳞片周围有一些白膜 或者是冲血严重的情况下呢 那咱们基本上用个两到三次 至少水煤呢 如果说像咱们平时啊 只要这个鱼呢 水煤这种情况 已经有了好转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伴随着少量的换水 也可以不去给它继续加药 基本上慢慢的这个鱼就恢复了 那么包括咱们平时这个鱼呢 出现了一些猛眼的现象了 这都是属于水煤病 今天呢 再加一次药之后呢 明天呢 继续少量的换水 我估计啊 就可以继续的少量喂食了 喜欢养鱼 关注啊 鱼友们最近这两天啊 也是折腾了好几天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给这个鱼呢 进行喂食了啊 咱们喂的还是这个混合鱼粮 然后呢 再给它来点这个原液 因为咱们最近这几天啊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星期 没有给这个鱼进行喂食了 然后呢 主要呢 是保护好鱼的肠道 然后咱们今天呢 还是给它拌点鱼粮 咱们平时呢 给鱼泡食啊 基本上泡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等这个鱼 饲料吸收之后呢 咱们就直接给这个鱼进行喂 然后呢 咱们就直接给它搞里边就行了啊 然后咱们先少量的喂一些 逐渐的咱们再适当的增加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呢 也是步入秋季了啊 咱们马上的话 就是一个高头位的季节 咱们把这个鱼调好了之后 状态没有问题 咱们马上准备高头位了 喜欢养鱼 关注我们每日分享 更多养鱼知识 养鱼经验 鱼们咱们今天下午呢 给这个缸里边合了两条小单招 然后这个温度呢 也是比较的高 本来打算呢 就是给这个缸里边换一些水 然后呢 咱们在换水的同时呢 正好赶上停水 这是一个特别悲催的事 结果呢 咱们停了四个小时才来水 然后呢 咱们现在呢 才给这个鱼进行加水 然后咱们在加水的同时啊 本来想 咱们这个缸里边 合缸新鱼呢 就什么都不放了 因为鱼体质 健康程度都非常好 结果呢 遇见了停水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咱们给这个缸里边 加点这个杀菌的碧柔空 然后这个小颜色呢 还是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呢 咱们就是一吨水下五克 然后给它直接均匀的 泼洒在缸里边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这个鱼的交叉感染 因为毕竟呢 也是四个小时 这个鱼的话 在半缸水里边待着 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说呢 咱们去给它加一点 这个碧柔空 属于慢性杀菌的药 那么如果说 咱们平时鱼友啊 遇到这种事情 换水的时候 停水的情况下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水中的 溶氧量这块 一定要提高上去 实在不行呢 可以往缸里边 多加一个氧气泵 这样都是可以的 等到来水之后呢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水 给它加满 快速循环 长时间的话 影响过滤里边的 滤材培养消化细菌 比如说 我们今天的水温呢 三十多度啊 然后这个吃食状态 都已经不是说 那么特别爱吃了 然后呢 咱们今天啊 给这个鱼降降温 然后给它晃晃水 把这个鱼缸刷一刷 钢壁的话 基本上咱们可以看一眼啊 边上的话 就一层白膜 另外呢 咱们可以看一眼 这个沉淀仓里边的 这个粪便的 也是特别特别多 包括像咱们这个藤棉啊 也是非常脏了 包括像里边 这个羊绒棉 还有这个蛋白棉 都非常非常脏 然后咱们今天呢 也是教大家 怎么样清洗一下 这个蛋白棉啊 因为蛋白棉的话 主要的是有吸附 这个黄水 或者吸附 咱们鱼缸异味的 然后咱们给它 泡到清水里边之后 咱们用这个盐 用盐 把这个黄水 都给它稀释出来 稀释出来几个小时啊 然后咱们清洗一下 然后再继续的使用 像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给它 让它快速的融化一下 融化一下 基本上一会儿呢 这个水就会特别特别的脏 咱们看一眼啊 这个棉的话 是咱们鱼缸里边 比较脏的这种棉啊 包括咱们可以看一眼啊 这个羊 这个蛋白棉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油渍 还有呢 这种就是特别脏的荷藻 然后就直接都出来了 里边这个黄水 吸附的黄水 然后呢 咱们就像这样啊 给它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呢 然后一会儿呢 咱们再给它放回去 看一眼啊 很多很多的粪便啊 这个就是三天 没有清洗的这个样子 另外呢 咱们可以看一眼啊 这里边的话 就有很多这种小红虫 其实这种红虫的话 就是说 由于咱们水质过肥 加上咱们季节温度的原因 导致了这么多的这种小红虫 包括像咱们有鱼油里边 有蛋白虫 或者是有那种黑色的一种线虫 这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啊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对鱼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咱们只需要平时呢 就是勤换水 勤洗棉 勤换棉 都是可以解决的这种问题 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比较脏的这一面啊 看这个 这个就是沉淀汤 沉淀汤里边呢 会沉淀很多的这个粪便 然后咱们把这个管子里边 这些粪便呢 给它清理干净 把它再吸出去 像咱们平时呢 养鱼呢 先养水 咱们平时想让你的鱼缸更加漂亮 然后你的水质更加好 那只有是勤快 勤换水洗棉 才能让你的水质呢 更加的 鱼有 咱们平时呢 在养鱼的过程当中啊 有很多鱼有的这个鱼缸水面上 会有很多的这种气泡 这种气泡呢 有的也是久久不能爆开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有几方面原因可以导致 那么第一点的话 比如说咱们平时这个鱼 在这个水里边出现了这个尿液 尿液的话 这个密度 小于这个水的密度 所以说呢 它会慢慢的追击在这个水面上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咱们平时啊 喂食过多 由于食物当中的这些油膜 然后长时间的在这个水面上边 也会造成这个水面的气泡 不能久久的爆开 第三点呢 就是咱们平时啊 喂食鱼排的很多的这个粪便 粪便当中啊 比如说像一些黯淡超标 然后水体过肥 这个水面上也会漂浮着一些粘稠的东西 因为只有咱们水面上这个粘稠物过多的情况下 这个氧气泵打出来的这个气泡呢 到达水面之后呢 这个粘稠度啊 它是特别粘稠 所以说呢 它是不容易爆开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去给它调理一下呢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说换水 用你的薪水呢 去不断的稀释咱们水中那些老水 基本上呢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咱们可以啊 把这个水面的那些粘稠物啊 给它从钢里面去除掉 比如说用一个瓶子 或者是用这个面膝 把这些东西的话给它弄出去 弄出去之后呢 基本上它这个水面上就不会说出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水面上有很多气泡 对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个鱼啊 比如说刚喂完食之后 这个气泡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说在鱼在吃食的过程当中 它破坏了水面的那层粘稠物 所以说呢 这个气泡的话 它就会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 所以说咱们鱼吃完食之后 这个气泡 之前喂食之前有气泡 喂食之后就没有气泡 就这么一个情况 喜欢养鱼 关注我每日分享养鱼知识